最新的数据显示,美国经济的复苏即使只是昙花一现,而经济的衰退却利好美国国债。 美联储的降息时间或许会因为美国的经济衰退而再次提前。 根据6月3日的最新数据,美国公布了5月份制造业ISM数据,数据显示,美国制造业指数仅有48.7,不及预期的49.6,创下了三个月来的最低点,也低于融枯线。 这就意味着,之前3月的美国ISM大超预期且高于融枯线,仅仅是美国经济的昙花一现,美国制造业并没有走强,反而是继续陷入了衰退之中。 而美国经济衰退,虽然会让美国国力继续减弱,但是对于美国国债来说,却是一个好消息。 今天我们就来解读美国5月份ISM制造业数据,谈谈对于美国国债和中国经济的影响。 制造业数据公布以后,美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安,并且造成了一系列的变化。 比较显著的是美债收益率波动,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走强,从4.6%上涨到现在的4.4%,两年期美债走强至4.82%。 美债收益率虽然下跌,但是由于收益率和价格是成反比关系,所以对美债是好的。 为什么美国经济变差,还利好美债呢? 简单来说,还是因为美联储的预期。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受到两大因素干扰,一个是美国经济,只要美国经济衰退,那么预期就会偏向于鸽派的降息,而只要美国经济不错,但是通胀比较高,那么预期就会偏向于鹰派的加息。 很显然,Bissom制造业数据公布以后,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前景,并不如某些华尔街机构预测的那么乐观,而恰恰相反,美国经济反而会在下半年面临更大的危机。 所以,美联储的降息预期也就更高了一点,这就是制造业指数下跌带来的主要影响。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降息很快到来呢? 也不一定,因为美国现在的通胀危机依然没有解除。 美国通胀到底怎么样? 还得看最新出炉的5月份PCE通胀数据。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,美国核心PCE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.8%,创下了三年来最低水平,这看上去是利好美联储降息的。 但是首先,美国核心PCE虽然创下三年新低,但是降幅其实非常小,前几个月的PCE也是在2.8%附近徘徊的,也就是说数据听起来不错,但是实际上不怎么样。 而美联储想要降息的目标是2%,这其中还有0.8%的差距。 这就意味着,美联储依然会因为通胀问题,而继续对降息政策表示观望而不是急急忙忙的就开始降息。 不仅如此,如果通胀依然像现在一样,在目前的水平来回摆动,对美联储而言也不是什么好消息。 因为美联储希望通胀能够持续,且快速地下跌,尽快跌到2%左右的安全区域。 但是目前美国的工资水平依然很高,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和租金上涨带来的滞涨问题,也很难短期内得到快速解决。 所以,美国通胀现在要降,说实话,难度很大。 所以,9月份降息现在基本是不可能的,就算因为上面美国经济衰退,增加了降息的概率,提前了时间,但是美联储最多是今年降息两次,甚至是只有一次。 而究其原因,还是因为国内的通胀问题,难以彻底解决。 美国的通胀难以彻底解决,这就意味美国短期内降息,难题很大。 美联储也将继续维持高利率,拖累全球经济,所以对中国经济来说,是利空的。 美国前财政部长曾经傲慢地说过,美元是美国的货币,但是却是你们的麻烦。 因为美联储高利率会导致全球资金流向美国,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,遭到汇率和货币压力。 比如,美元对人民币汇率,现在依然保持1美元比7.24人民币的较低汇率,人民币的汇率的压力依然非常大。 再比如,美联储加息,导致国内资本外流,特别是A股市场最近两年的弱势表现。 也有美国维持高利率的原因。 所以,美国现在推迟降息时间,对国内的股市,其实也是非常不利的。 再来谈第三点。 以前我就说过,今年美联储预计会降息,到时候就有利于国内商品出口。 因为降息以后,美元会流向全球,世界各国都有钱消费了。 那么,对中国的商品需求就会上升。 但是现在美联储因为通胀的问题不降息了,那么,对于中国的出口,其实是一个利空。 还有第四点,那就是中美之间的资金流向问题。 在美联储没有加息以前,美国利率低而中国利率高。 那么,美元和外资其实是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的,国外的公司都愿意来中国找机会。 所以,中国经济的外部利好不少。 而现在,随着美联储加息,中美利率差已经出现严重倒挂。 这就意味着对中国和美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都出现了双背离。 什么是双背离? 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,但是美国经济一直走强,最近才刚开始衰退。 中国不断降息,而美联储维持高利率。 这种双背离对中国经济的压力很大。 所以,现在的情况是,中国基本不断外流,流入美国和欧盟等高利率的发达地区。 再加上国内经济不太景气,所以很多有钱的富豪也纷纷带着资产流出中国,希望到国外享受更高的资产回报率。 这虽然合理,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,其实也是一个利空的。 所以,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,其实对中国是利好的。 而现在的美国通胀导致降息迟迟不来,甚至是一再地推迟,其实还是美国持续收割中国经济,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表现。 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央行对美联储都颇有微词的原因,因为美国人就是这么喜欢戏耍我们。 但是我们也没啥办法,谁让美国人拥有美元霸权呢? 砸锅还想吃饭? 中非贸易额四连降。 非驻华官员要中国给口饭吃。 相会刚刚落幕,美飞就迫不及待地在南海搞事情。 6月3日,美飞陆战队举行今年第四次联合演习。 这次美飞联合军演主要聚焦航空支援行动,美军为主力,共有3175人参与。 将持续到6月21日,具体包括沿海实弹射击,海上关键地形保卫作战,前方弹药燃料补给点作战,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主题专家交流等。 演习地点则包括巴丹群岛,北伊罗科斯省,以及中旅宋地区,马尼拉都会区和靠近南海的巴拉旺省。 非军鼓吹,此次演习旨在提升联合战备力,同时也是对那些想要挑战地区安宁者的威慑,话里话外都是针对中国。 这次演习之后,美飞今年还有三场联合演习。 值得一提的是,菲律宾一边在南海挑衅中国,另一边却想要跟中国做生意。 日前,两名菲律宾驻华外交官员称,非方希望继续开拓中国的热带水果市场,同时希望吸引中国投资,尤其是在遭到美西方打压的新三样领域。 洪福胜表示,菲律宾致力于促进稳定的中非关系。 那么,如何看待菲律宾这种既要又要的行为呢? 首先,这说明小马克思政府仍未认清现实,以为中国会允许他边砸锅边吃饭。 但中国最近一连做了两件事,发出了明确信号,菲律宾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。 一来,中国在仁爱胶动了真格。 据非军方披露,在非方撕毁中非协议后,中国海警不再客气,开始扣押非军对仁爱胶做贪件实施的空头补给,包括食物和药品。 二来,统计数据显示,去年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国,但是今年前四个月中非贸易额大幅下滑了10.3%,与此同时,中国与东盟整体贸易额却上升4.8%。 从中不难看出,中国宁可把订单交给东盟其他成员国,也不给菲律宾这个白眼狼。 中国在军事、经济领域接连转变态度,未来一段时间菲律宾恐怕还有的是好果子吃。 其次,菲律宾从铁攻击美国那里没有要到好处,又想要忽悠中国这个大款。 早些时候,菲律宾贸易部长隔空喊话美国及其盟友,要求加大对非投资,鼓吹经济得到保障,盟友关系才能走得更稳。 非方还威胁美国赶紧打钱,否则可能将不得不向中国妥协。 菲律宾的狠话放了一大堆,但是拜登政府压根不当一回事,美国自己都陷入经济危机有求于中国,没有闲钱去股小马克思政府的荷包。 连欧盟和日韩都只有被美国吸血的份,菲律宾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 至于非方现在把主意打到中国头上,完全是自我感觉良好,莫非还以为中国是冤大头。 最后,澳大利亚此前已经用亲身经历给所有国家上了一课,挑衅中国必将付出代价。 菲律宾如果再不回头是岸,不排除重走莫里森政府的老路。 现在中国只是对非贸易下降,这还只是开胃菜真正的反制还在后头。 Valeo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